哈喽 县上的家人们好 今天慧珍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来做紫薯松糕 首先我们要将这个250克的紫薯 把它削干净这个皮 之后再将这个 紫薯把它切一片一片的 切好了之后 我们再帮在这个阵容里面蒸 水开了之后呢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的紫薯已经蒸熟了 现在把它倒在这个大碗里面 然后呢 再将这个100克的 煉乳倒进来 直接把它压成泥 压得越细越好 好香哦 这个煉乳加在这个紫薯里面 因为它现在还是很烫 所以很香 我一会就要碎了 很快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很又滑了 现在这个紫薯里 我已经把它翻前凉拌了 一半我们要来做夹心的 就把它放在这边 这个已经过天了 很好吃 就是这个煉乳 我把它吃了一点 刚才就是也蛮甜的 有些是不甜 这个是甜的吧 如果你们感觉 就是不喜欢那么甜 也可以 这个煉乳可以少了 10公克还是 5公克这样可以 因为我们全部用了100公克 把它稍微这样子 铺平 搞得满满满满 这个时候都摔 好漂亮哦 这个紫薯的颜色 就这样把它弄整齐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一个汤匙 这样子 很好推哦 上面 再盖上这个一张 这个是耐热的塑胶袋 尽量把它推均匀一点 自己吃的东西是没关系了 只是我们要尽量的把它皱眉一点 让自己看到开心 哈哈哈哈 马上就可以了 平平的 美美了 然后我来把它 撕下来 等一下备用 现在我们就来操作这个粉的部分 这样这个是200克的米粉 搭米粉是我们吃饭的那种米 也叫做搭米粉 把它倒进来 还有这个是50克的糯米粉 我们就下手咯 这个不需要再加糖了 这时候里面已经有炼乳了 已经甜了 但是糖的部分还是看个人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甜一点 可以加一点糖粉在里面 还是细砂糖也可以 如果你们不喜欢有牛奶的味道 刚才那个100克的糖就是 面乳把它换成是砂糖都可以了 现在已经搅匀了 但是 这样子还不可以 还很松 还不能神情 我有准备这个是100cc的纯牛奶 然后呢 也是100克把它称的都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倒一些进来 等一下再测试 这个是不一定的 倒一半先 做这个松糕呢 最关键就是在我们在搅粉这个时候 等一下这个松糕蒸出来 松还是不松 就是看这个你的水跟粉的比例 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粉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自行调整 等一下我会给那个一个正确的成分给你们 但是 因为你们的米粉跟我的不一样吧 所以 等一下要自行调整 如果感觉我给的成分是比较干一些 你就多加一些牛奶还是水 如果你是感觉它比较湿呢 也可以多加一些大米粉就可以了 不要加糯米粉哦 如果糯米粉等一下会比较 有硬一点 比较有嚼劲的那种感觉 大米粉就比较松一点 现在我们就这样用力的把它握住 然后脆一下 它就散 就还是蛮干的 我还要加一点点 现在呢 一半哦 现在只剩下五五四 细细在这边 就这边 如果不够水 这个松糕吃起来 它会蒸不熟的 太多水分它就比较硬 不爽了 等一下你过筛的时候你会很辛苦 我们再来测试哦 这样子哦 它被散 这样子就可以了 嗯 我们的牛奶还剩下多少 还有一点点哦 等下把它称了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来过筛咯 现在我们开始来过筛咯 这个是中等的碗 它也不是很细 也不是很很密 我们要中等 还是如果我们用粗的比较快 但是粗的就比较粗 泡了这个松糕 看你喜欢 来开始 还有颗粒我们就这样压 这个松糕是没有难度的 我只是考验你的耐性而已 如果你第一次做不成功 第二次你一定会成功的 只要不断的尝试哦 你再说总有一天等到你 总有一天我们会做 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再继续的加油 再继续的加油 刚才用那个 那个网哦 比较密 所以好慢 知道最后 我用这个比较粗一点 但是它很小 还是可以的啦 你看很快就把它 过筛完咯 现在我们要把它 装在这个模具里面 这个模具 这个变成这边 是16公分 高度16公分 然后里面 把它装这个 烘被子一张 把它剪一个 一个洞一个洞 这个是我用过了 它还可以这样 所以我没有丢弃 把它收起来 现在要用就可以用了 然后呢 这个竹鼠粉 这个大米粉 我们已经晒过了 现在要把这一半了 把它倒进这里边来 不要太大力 要轻轻的 要不等一下 这个松高就不松咯 我们刚才 忙得大半天 就是在 挖在它 用这个刷子 把它刷平了 那么还要拿这个板 哎呦 好像在玩耍 蛮好玩的 这个好像有硬硬的 这个不可以哦 这个刚才有那个 直属的纤维 掉进里面 你看 那么仔细在中 还是有擦错的时候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 馅料把它 加进来 如果你的家 没有像这样的阵笼 用其他的阵笼也可以 还是蒸蛋糕的那个 六寸的蛋糕膜也可以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些哦 都进来哦 这个没有 它不是颗粒会散掉 没关系 倒完它 刚好满满的 总共有300克的米粉在这边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要把它拿去蒸了 要蒸之前 我们现在把它切了 等一下就比较好切 轻轻的 把它切成八个 这样就ok了 我们要拿去蒸了 今天我们蒸这个 这个松糕呢 要用这个电瓣锅蒸的哦 首先把它放一个架子在里面 然后呢 倒这个是一杯半的水 这样就一杯咯 这样就半杯咯 然后呢 再将这个松糕放进来 然后我们要盖一张 这个清洁骨 这个平常我用 用来蒸什么东西 就盖上这样子 就让这个 绑子这个蒸水 不也地上 在那个糕的上面 等一下如果有蒸水 就不好看 我们要把它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 煮饭的键 等一下它只动 这动跳了之后 就证明我们这个糕已经蒸熟了 水干了它就跳了 是不是很省时也省力 那么现在你要忙什么 就去忙吧 等一下你 你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再来看就可以 吃到那么美味的松糕了 时间到了 我们要打开来看看 好烫 然后呢 让它冷却一会 五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把它脱模 现在已经过了五分钟了 我们可以来把它脱模了 就 然后 用这个的一个盘 来 拌一个来 然后把箱子撕下来 嗯 很美的 然后呢 再倒扣 蛮重的 嗯 这个呢 很多人 等下我再用到把它 稍微再切一下 就可以吃了 今天我们这个松糕已经做好了 好美的紫色了 你们喜欢吗 现在是最开心的时间 我要来试吃了 来 嗯 要吃吗 来啊 嗯 好吃 很绵绵的 但是有一点嚼劲 因为我们家 我们这个粉里面有加那个什么 糯米粉哦 我感觉嗯 它的高粉哦 不是那么甜 如果你们喜欢甜 多加 20克的糖粉 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馅料 这个中间这层 那个紫薯 它已经够甜了 再来一口 好吃的 听不下来咯 嗯 嗯 非常的好吃 好自由健康的 紫薯松糕哦 我相信大家已经随会了 对吧 那么简单 然后材料很容易找得到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分享 拜拜 请羊羊骡员 我们安全的 如果我们下个视频 都能乱一下 我们下镇子 我们下来感觉 你先介绍到我们下镇子 你们下来记住 我们下来